前段倒数带你来关心国民党第19次的全代会呢 昨天在嘉义举行 蓝营的四大天王马无联王全部到场了 同心呼吁党内要团结 当然目的要力拼年底的选举全胜 不过在现场有党代表炮打中央要马总统道歉 而在场外这边也发生插曲 有位绿营人士里长参选人 汽车冲撞远警 绿营人士直冲封锁线 远警看到一个剑步上前阻挡却被撞飞 其他远警立刻赶来压制 国民党第19次全代会在嘉义举行 绿营里长候选人不满封锁线拉得太长 近期车把远警撞伤 你载头的 你出口再来看 场外有状况场内也炮声隆隆 党代表呛下要马银酒向国民党道歉 行政院的长官是在吹冷气还是在睡觉 在第一时间都没有出来面对群众 让我们在基层担任里长的非常的困扰 之前的马王政争更引发基层党员的不满 马王政争这四个字我们很不喜欢 我相信我们在座所有的党代表都不喜欢 对不对 基层呼吁党内要团结 睿为两年全代会 国民党四大天王马王联吴终于合体 共同造势 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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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第19次全代会下午在嘉义落幕 这次马王联吴全数到齐 就是要营造党内团结的气势 力拼年底九合一选举的胜利 以上是中市记者成为君奈生红 在嘉义采访报道